都元帅 四太子 事到如今 相互留些体面如何 真是要这般下去 大金国将来怎么办 摇山一战 四太子是亲眼见了的 而我们这些没见的 哪个不晓得沃里眼的本事 再阴差阳错 再差之一线 沃里眼身体再不行 那也是沃里眼领着数万大金金锐当面败了 宋人金飞细笔了 闻得此言 年喊心中叹气 面上却依旧不愿退让 倒是物主仰天一叹 主动后退 让开了道路 然后侧身朝年喊行礼 都元帅 今日也是俺有些无礼 只是安斑驳激烈年纪太小 又没有国主做主 不免心慌 你看这样可好 你让兵马走开 俺们的侍从也都走开 便是这场书台大堂内外的侍从 侍族也都走得远远的 就咱们几人进去论事 年喊心里已经想要抹去此事了 但他性情激烈 面子上依然摸不开 只是黑着脸不语 而此时 完颜西影 完颜扑加奴一起下来劝 便是踏懒 也站在远处 小心翼翼地跟了半句 只是脸色依旧白的圣人 倒是完颜扑加奴最后说了一句话 忽然让年喊找到了台阶 这样好了 四太子 你也别太计较 都元帅毕竟是都元帅 身份不比咱们 让他留下十来个大家信的过的世袭猛安谋客 在这台阶下面做个一仗 年喊一言不发 只是去看物竹 而后者皱了皱眉 在两个兄弟与踏懒等人瞩目之下 等了片刻 方才缓缓汗手 只要先谋客 不要猛安 还要去掉上书台内里的所有贤杂侍从 其余人 无论军官还是贾旗 全都回家 不要在这里胡闹 省得传出什么留言出来 年喊皱了皱眉 但终于还是在几人圈围下点了头 就这样 一场重大冲突终究还是消解 片刻之后 年喊与这些等候他许久的经国最高层一起步入上书台 并除贤杂人等 然后便在正堂落座 十余名世袭谋客则带着某种无奈 甘大 惶恐 势然 紧张姿态留在了尚书台院中 就在台阶下四散而立 与被驱赶来到距离尚书台正堂足足五六十不远的银树客 麾下燕京留守司士族一起装模作样 以做一仗 进入尚书台内空荡荡的正堂 众人落座完毕 环顾一周后 年喊也继续装模作样 安班伯吉列还没来吗 雾竹从容达到 仿佛刚才在外面那般与对方严肃对峙的不是他一样 来了 乌野叔父带着 在偏殿等着呢 见对方不语 雾竹稍作催促 如何 都元帅可要现在来见 年喊强打精神对道 如何不见 折腾了这么多事 不就是要正经见一见他吗 让秀才把和拉带来吧 这里稍微提一下 秀才 乃是完颜无野的绰号 完颜无野乃是贪婪的亲弟弟 却素来不喜欢骑马涉猎 恰恰相反 他早在完颜市还只是部落联盟时 也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认字 是个标准的儒生 所以得了这个绰号 当然了 此人读书天赋和谋略水平 大概是远远不如完颜吸引的 否则何至于一直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回归正体 燕京尚书台乃是承袭辽国旧物 基本上算是一个独立的宫殿建筑群 中间一个大殿 两边各自一个偏殿 后方还有一个后殿 而偏殿里又分出许多房间来 但无论是偏殿还是后殿 都距离中间的省堂有一定距离 所以显得极为空旷 而此时既然有了许莫 雾竹便亲自起身来到门前 吩咐下方向后的几名谋客 督元帅有令 去左偏殿请安班搏几列来 几名谋客不敢怠慢 赶紧又去接人 须于片刻 完颜乌也领着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华福少年郎 在七八名不着假的侍从护卫下自偏殿远远过来 而望着这一行人 尚书台正堂前空地上的惊人军官虽无多于言语 却各自都有些目瞪口呆之意 无他 若非是早就认识前面的老秀才是谁 然后心里也知道后面的小秀才是谁 这些人简直以为来的是一对汉人如生祖孙呢 谁能想到 开国区区十六年 这大金国将来的国主变成这样子了 上的正堂上 屋也让开 八名不一侍从闪过门后 那才十二岁的完颜和拉当即就在正堂正中恭敬下摆 离备着 小子安班搏几列完颜蛋 仅问诸位皇叔祖 黄伯复安 年寒与雾竹这两个作主的意识居然都慌了神 然后琪琪看向了完颜吸引 完颜吸引赶紧干咳了一声 却又微笑相对 虽说本朝也有些特殊规矩 但安班搏极列到底形同皇储 而且今日都是自家人 却也不必多礼 赶紧起来吧 年寒也赶紧硬着头皮相对 不错 和拉 今日都是自家人 不要这么多礼数 文子言语完颜和拉这才起身 然后盘腿端坐到了大唐正中的地上 连个蒲团都不做的 见此情形 年寒强压种种不适 继续硬着头皮询问 和拉 我问你啊 你平日骑马射箭吗 完颜但认真作答 回禀黄伯父 小子骑马 也射箭 年寒一时语色 倒是完颜吸引越看越喜欢 便忍不住越字插嘴 读书多吗 都读的那些书 老师是谁 完颜但继续从容作答 读书也是读书的 主要汉文经史都读了一些 老师有许多 但主要是黄书祖和宫美先生 年寒着实没忍住 直接寻到 宫美先生是谁 完颜吸引当场作答 韩访 辽国状元 燕京韩世 督元帅莫说不晓得 年寒这才点头 却又扭头朝中间那少年认真在问 何拉 你是喜欢读书 还是喜欢射箭 完颜但面上血色微微一掌 然后方才认真相对 好叫黄伯父知道 小子最喜欢跟几位师傅直射服侍 完颜吸引当场服长而笑 俨然是对这个答复极为满意 而年寒正了一正 却又再度看向完颜吸引 什么叫直射服侍 完颜吸引见状只能无奈解释 就是一边射箭一边作诗 年寒当场责了一声 其余在场贵人倒是大多凌人 也不知道在忌惮和等待什么